梁令有个小偷年初三的傍晚 跑到庙里面去偷一只招财金姬母 正要离开的时候被庙公发现了 结果70岁的庙公当场把年纪只有他一半 35岁的小偷给踹倒压在地上 最后送到警察局 70岁的公庙主委发现金姬母被偷 赶紧跑出来拦截窃贼 他也顾不得有危险 竟然一脚踹倒年纪只有他一半的蔡姓窃贤 还把他压制在地上 而邻居听到庙公的呼救 全都跑过来帮忙抓人 警方到场之后 从窃贼的口袋搜出毒品 还发现了背包里藏有三根锋利的铁棍 还有窃贼来不及使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庙公也直呼幸亏有神明保佑 平常是如何 都要运动吗 平常是有影响的当铲子 在窃贼的窃贼 那天天天没来来 没来来 走来 可能不怕吗 我刚才我刚才有三个了 可能突然被拼在窃贼的 云丹的发现 当时蔡姓男子走进了庙里 在神明面前来回垛步 他见次下无人 动手偷窃放在神桌前面的 招财金姬母 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 都被庙公透过监视器 看得一清二楚 记得彭志明 苗栗报导 优优独播导